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兆始話 正是考慮給完成疫苗接種的餐飲業 和表列處所員工無需要定期檢測 也會研究給完成了打針的人 去到安路院和醫院探訪 再有疫苗報道 現在餐飲業和表列處所的員工 每14天就要做一次檢測 陳兆始話考慮如果這些員工已經打了疫苗 就不用再做定期檢測 完成疫苗接種的話 會提供相當的保護 亦已完成接種疫苗的員工 會被視為符合定期檢測的規定 即是說如果接種了疫苗 其實它的定期檢測就不需要了 當然接種了疫苗不只是接種一劑 而是接種了兩劑再加14天 他又說教育局之前決定 如果全校的教職員做了檢測 可以考慮全校服貨 完成接種的教職員 亦都會被視為符合定期檢測的規定 建造業從業員如果接種了疫苗 亦都可以取代檢測規定 另外亦都會研究接種了的人 在安老院和醫院的探訪安排 在公立醫院方面 我們正在研究 讓已經完成接種疫苗探訪者 在接種兩星期後 只需要提供同日快速原測試陰性結果 便可以進行探訪 醫管局正在研究一些細節 他說疫苗接種是抗疫策略的重中之重 本港現在的接種率還要努力 現在正在積極研究 如果有一定數目的人打了疫苗 會否再調整社交距離措施 有線電視記者葉苗